那我得先问一下 我看你舅舅也很优秀 他自己不能找女朋友吗 为什么你非得给他介绍呢 因为我舅舅 我设计 学末有的时候 我看见女生都堵起来 如果没有我的话 他得孤独中了 舅舅还不感谢一下外伤 上来就自己都没介绍自己 竟介绍你了 感谢他会给我介绍对象 就这么小声音 听出来好像舅舅还真不是 这个大葵夸张地说设恐 好像还真有点害羞是吗 确实有一点就是 不太说话可能 那这个孩儿他妈得给介绍一下 弟弟为什么那么内向 我看你也挺外向的 因为我弟呢 他是北大数学系的 然后他就是学数学 学得时间久了 可能脑子不予理性了 他就比较 学傻了 不能这么说 学得专注了 像他的话可能 满世界的 就是见到女生就跟着就跑了 但是我弟的话就是 平时一个字都 都土字如今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家人挺担心他的 盘儿他就今年多大年纪 21岁 21岁啊 21岁着什么急嘛 还这么年轻呢 也有点周知的 也有点不周知的 我们家人挺担心的 那王璐呢 比弟弟大几岁 9岁 大9岁 那姐弟俩还差得还蛮大的 就希望能找个女朋友 你才9岁啊 妈妈比舅舅大几岁 注意听讲 那你看弟弟比较内向 姐姐比较外向 我大胆猜一下啊 会不会就跟爸妈的性格 不一样有关 可能一个是随了爸爸 一个随了妈妈 我的家庭结构是这样的 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 全正学试卷 像我爸啊 他是教了39年高中数学的老师 平时的话他见女婿 第一件事是带一套高考的 那个数学试卷 当面考女婿 这是我们家 就是家庭氛围 都是一直在讨论数学 我爸平时半夜啊 都会刷题到两三点 到现在都会这样 就是一个老学 就走路都在刷数学试业 那我弟就更夸张 他就是北大数学系 就完全就是以数学为专业的 然后我老公的话 他就是属于在国际学校 教的也是数学 然后天天都是为积分那些东西 我爸爸是不是特别聪明 对 对 学习特别好 学习特别好 我最喜欢爸爸了 最夸人啊 那妈妈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 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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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是 那你算你这个家庭当中的异类了 对 我就是文科啊 艺术方向 数学之家的艺术生 对 但是我并不自卑 就在这个家庭里 我反而还挺自信的 因为他们的情商一个比 这个话说的 情商也不太好 我觉得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 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在这个数学之家 你看这个 等于说王璐讲了 他生病当中 最重要的三个男人 都是和数学打交道 因为这个 真正就是喜欢数学的人 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 他们能够找寻到自己的快乐 就他们不会觉得枯燥 那是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 他们三的乐趣就是一起刷题 什么 高考 高考现场 就是我们家就是 只要一聚会就是高考现场 好